大家好,我是PanetBanet,歡迎收看近來搞什麼的每週個人遊戲紀錄 2013年第26週,我們又用一些熟悉的東西來開始,Mars Effect 3的Multiplayer 今個星期開啟了一隻Volus的Adapt,也是四隻Volus 最後一隻Volus,雖然他們真的很有趣 但有些我更想玩的系列,無法解鎖 但最後一隻Volus,這隻Volus的Adapt其實非常實用 因為Volus天生有個招牌,可以補回盾盾盾 由於Adapt的關係,他有一招是Stasis 就是會放一個Bubble,一個波波的東西出來 然後敵人騙到,走過去的時候 就會被那個波波張張住,停在這裡不動 除了阻止敵人進攻之外,也方便其他人去開槍打他 所以做支援來說,其實這隻Volus的Adapt 除了Volus的Adapt,還有兩隻Drill 其實這兩隻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之前開槍打他 但由於Drill比較薄血的關係 所以Drill的class我都比較少用 首先說Drill的Infiltrator Infiltrator來說,有典型的Tactical cloak 可以隱身 其餘兩招,一招就是Homing Grenade 就是炸彈類,所以有限過使用數量 當然你可以去一些補給的地方 撿回一些炸彈,但始終都不是常用長有的招 另一招Recoin Mine非常好用 之前Volus的Engineer都有的 這隻可以掃描附近,顯示了敵人的位置 傷害非常高的地雷 但由於他的招式配搭之後 我大部分時間都只是用這個 Recoin Mine 雖然在銅的Bronze Cup這個難度 非常容易玩,可以炸死很大量的敵人 但當敵人比較困難的場合 感覺上可以使用的招式比較少 另一隻Drill的Vanguard 好不好用另一回事 但非常好笑就是真的 因為他的其中兩招技能 一招是Pool 可以把敵人拿起來浮在半空 另一招就是Biotic Charge 把敵人拿起來浮在半空 然後把敵人拿起來浮在半空 然後把敵人拿起來浮在半空 然後再撞上去 就可以撞到他飛啊 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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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去很遙遠的地方 直到技能的效果全都沒有了 才會掉下來 但多數飛中完兩招之後的敵人 一般都會死掉 尤其是比較輕身的 比你撞得動的敵人 多數都是小血一點 所以好玩一回事 一定好看 其實今個星期開始 多了玩SILVER級的遊戲 因為Bronze級賺錢都比較慢 而我又有些武器已經升級到一定程度 我覺得可以 嘗試一下 入SILVER 而且我之前好像上星期說過 有一隻 GAP的Tricanaut 和那隻Bogan的Warlord 比較適合在SILVER用 因為Bronze用的時候 比較有些Overkill 所以要出動到他們 所以玩多了一些SILVER的遊戲 SILVER當然就難玩了 有時候都要拔一下火箭炮出來 炸死很多人才過關 但由於儲蓄快了 所以購買Unlock的機會也多了 那些武器又理論上可以升級快一點 理論上應該會提高一點 但如果你的武器還沒有升級得很好的情況下 都不要緊的 因為我發現你這個遊戲的難度提高 雖然你的武器不夠勁 打得會吃力 但如果你用一些SKILL-based的角色 例如Adapt那些 主要玩法威士Combo 或者Engineer主要玩Tag Combo 那些Combo會隨著遊戲的難度的級別 而攻擊力有所提升 所以你玩越難的級數 就算我沒有什麼好看的裝 我用Azari的Adapt 有Stasis 也有Warp 還有...我忘記還有一招是什麼 好像是Full 對,三招都是BG的 那這些相對不依靠武器的級別 所以那些裝備不太好看 可以帶進去消費 也...問題不大 說到儲錢快了 買裝快了之後 今個星期 開放了Batterian的Gornet 就是拳套的東西 實際上呢 實際上呢... 它的功用呢 就是令你... 無論你的Class是什麼 你的重攻擊都會變成了Batterian 那招拉弓重鎚 你稱之為Belcon Punch的重拳 有些Classe 原本你覺得她的重攻擊不太好用 像Azari 變成她的重攻擊是原地一個範圍的爆發 但由於起手和收招的時間都比較慢 使用起來比較危險 但裝了這個裝備之後 連Azari都可以變成這個重鎚出擊的攻擊 我還沒有空試試把Bolus放進去 Bolus原本是完全沒有近戰攻擊的 那裝了這個之後 聽聞都可以變成這個重鎚出擊 一個這麼肥肥的 可以玩重鎚出擊 其實手都不知道能不能夠長身去打到人 我真的要試試下個星期給大家看看 Mansy Fat 3 說完之後 先說一下Magic 我剛剛星期五推出了一段影片 久為了的一個小小的教學和一段對戰的影片 其實要教的東西都差不多講完了 我想再來一集 講回每一個回合的步驟 之後就... 沒什麼特別的東西要講 因為再講一些卡的特別能力 或者戰術的東西 都不太容易可以放出來 做一個教學來講 我覺得... 或者也... 沒有這樣的必要 又或者我都不太厲害 可以教這麼多東西出來 所以... 如果再拍的影片 都會比較多一些對戰的場面 2014版出來了 剛剛那個星期 我都買了 但是... 一開玩... 一開出來玩... 就... 問題... 不可以說問題多多的 但是一個就夠了 就是開遊戲的時候 去到某一個畫面 就會... 會crash 彈出來 那... 都上網研究了好 一輪花了不少時間 但... 也都... 嘗試過一些... 修正的方法 但是... 不是... 那麼成功 暫時一個最成功的方法 也是一個比較麻煩的方法 就只是我每次開遊戲之前呢 我要切斷我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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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的連線 因為我相信呢 是他去到某一個畫面 某一個地方呢 呃... 不知為什麼他... 想搏去某一些伺服器 拿些什麼的時候 我不知道啦 就會crash那隻遊戲 那我一拔了一條線 或者... 或者... software上 剪掉了一個connection 那就能過得到畫面 之後呢 就可以搏回這隻遊戲 都常算正常的運作 但是這個問題呢 都花了不少時間去搞 那2014版本 很多新的東西呢 我還沒... 有... 時間去試的 只是完成了一個tutorial 這個tutorial呢 當然其實我不需要 再玩這個tutorial 那個教學模式去... 去... 去學他的東西 因為他... magic的系統 都基本上沒有變過的 但是由於那個... 單人那個... 劇情模式呢 他一定會逼你玩這個tutorial 先把第一副deck 那... 沒辦法啦 而更加難受的 就是他的tutorial裡面呢 是強制的... 顯示好很多資料的 譬如... 甚至你兩張卡打的時候呢 那些... animation啊 你揮我... 我揮你那些... 效果啊 還有... 連看著他們toughness的 那些數字下跌 都要逐個逐個跳 在一個非常漫長 都幾痛苦的過程 但是總算捱過了啦 那... 那... 之後要解決一下 才開始... 和朋友玩的 多數 因為一開始大家都只有一兩副 玩來玩去都一兩副 怕有些厭 今個星期呢 買了一個... indie bundle 裡面包含了... 兩隻之前都有... 考慮過 但是沒有買到的遊戲 第一隻就是... Sniper Elite V2 V2 這遊戲呢 若果作為一隻... FPS 或者First Person Shooter 來說呢 當然質素不算很高 但是由於以前的Sniper Elite 其實是... 小數... 嗯... 真是... 比較著重做Sniper 最追擊手的... 遊戲來的 也都有一些... Bullet Cam 即是... 頭啊 或者什麼... 一些... 要害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 追著一顆子彈 飛過去那個鏡頭呢 其實都... 好像都... 挺... 原... 原自這個系列的 還有... 新這個... 我... 我... 叫做新啦 其實這個遊戲已經推出了很久了 新這個版本呢 呃... 一些 Co-op 的模式 朋友都很有興趣 就好像現在在看的 這個... Overwatch的模式 一個人呢 就做Sniper 這是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另一個呢 就做Spotter 還有... 在地面呢 就要去處理... 呃... 另一些任務上的東西 那... Sniper那位呢 就要去掩護他了 這個合作的模式呢 都... 挺有趣 挺特別 那... 所以啊... 在一個... 便宜的Bundle來說呢 買來試一試吧 之後呢 可能也會嘗試一下 比較合作玩過Campaign 這個... 武士模式的 第二隻呢 一路想試大朋友 就沒什麼興趣的 遊戲就是這隻 Gatling Gears 啊... 一隻Twin Stick Shooter 所謂Twin Stick Shooter 就是... 左邊... 就控制你開槍射去哪一邊 但是... 我啊... 沒有真的找手掣玩過 因為這類的遊戲 我始終都喜歡用Mouse 有什麼比Mouse控制瞄準更好呢 所以呢... Twin Stick Shooter 來PC來說 對於我來說 都是Mouse & Keyboard Shooter的 這隻遊戲 其實... 跟很多Twin Stick Shooter一樣 就... 不算非常特別 走來走去 到處打爆敵人 為什麼呢 但是畫面的風格 我挺喜歡的 還有... 爆炸城也挺好看的 還有任何遊戲 如果你跟朋友一起玩Coop的話 就一定會好玩了 說起跟朋友一起玩Coop合作 或者... 就算是對戰的遊戲 也好 今個星期呢 出去跟朋友玩Bord Game 啊... 說的是... 真的那些桌子上擺桌子 玩卡也好 或者是走棋也好 怎樣的遊戲 比較重點說一說的幾隻 一隻就是The Settlers of Catan 這隻都很老歷史 又很出名的遊戲 那... 大家在這個地圖上 就興建一些你的... 小屋 然後... 摘色看看哪一塊地 會生到一些... 資源出來 那大家就儲這些資源 再擴展你的... 你的... 你的... 部落也好 你的帝國也好 你稱之為 最後呢 就看看哪個... 發展得好 那麼... 足夠分數就可以贏了這個遊戲 其實這一類型的 儲資源之後發展的遊戲 其實... 在... 就是電子遊戲來說 這些系統也都非常常見的 也都很多人喜歡的 那... 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電子遊戲的... 概念呢 都是源自以前的 Tabletop的Bord Game 另一隻我們玩了的遊戲 叫做King of Tokyo 說開又說 King of Tokyo 這遊戲呢 那個設計的人呢 就是... 叫做Richard Garfield Richard Garfield 也是原創這個 Magic The Gathering 這一系列卡遊戲的... 那個... 原作者 所以說很多Bord Game 其實... 比電子遊戲更好玩 一些都不奇怪 因為... 他們... 很多製作人 都... 班底都真的很餓苦藏龍 那... King of Tokyo 就是玩大家 控制一隻... 大怪物 然後... 企圖進入這個 東京裡面 大肆破壞去搶婚 但是由於 進了東京之後呢 外面沒有進到 東京的怪物 就可以攻擊你 所以你留在裡面太久 又有機會 被外面的人打死 那我們玩的時候呢 就是啦 由於大家都很怕 被外面的人打 基本上大家都 不是很想做 King of Tokyo 東京之王 大家是避免進入東京為主 在場外 窄色 也有機會得到分數 所以... 某程度上都很講運氣 看看你窄不窄到高分的色 如果窄到的話 你真的不用進去東京都可以贏 這遊戲除了窄色之外 也有些卡 你可以儲錢買 買完之後可以增強你的怪物 也有些少少RPG的元素 其實... 玩下去真的很好玩 不過可能我自己窄色的運氣和技術都欠逢 就經常都... 我們玩了兩次呢 都是第一個 我就被人打死了 那... 希望下次好運一點 最後說這隻Dixit 大家如果有稍微玩過 Bord Game都應該會聽過 也挺受歡迎 很多人玩的 就是... 每人手上有些牌 然後... 畫得很漂亮的 其實是 只是看牌 都算是一個享受 來的啦 那... 每人手上的牌 每一個回合 其中一個玩家 就... 拿一張手上的牌出來 就想一個題目 比如... 說這張牌 我說... 嗯... 快樂 那其他... 玩家呢 就在手上自己 抽一張最認為可以代表到快樂 這樣的牌 一起放出來 洗雲 攤開 那... 其他人呢 就猜了 究竟哪一張牌 才是... 那個... 原本出題目的 那個... 玩家的牌 這樣... 如果... 大家都... 猜中了是他 那... 大家都猜中了 大家都猜中 他也沒有分 所以... 最好你不要出一些 太過刁鑽的題目 只有你那張牌 才可以形容到 又不要出得太過離題 搞到大家都猜不到 那張牌是你出的 那... 有說有笑的一個遊戲 亦都考一下想像力 聯想力 那樣 那樣啦 如果大家有機會 出去玩board game 的話呢 不妨一試 因為規矩很簡單 很容易可以學會 亦都可以經常翻玩的遊戲 那... 出來玩board game 其實都... 很大部分 除了玩遊戲之外 都是大家有說有笑的 是個重點 如果... 如果... 就算是玩board game 也好 如果你玩得太過... 競爭性 大家都是... 很認真地勾心鬥角的話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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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玩電子遊戲一樣 我覺得很容易失去樂趣的 那... 我們大家都不是... 一來大家都不是玩得很精益 二來 大家都... 出來想著開心一下 都不會說... 很... 所以... 玩玩一下 就... 有說有笑 是一個... 愉快的經歷 那... 2013年第26週的... 近來搞磚波就到此為止 今集好像說得比較長一點 那... 結尾不說那麼多了 只問一句 Steam為什麼你還沒做減價呢? 夏天已經來了 好熱啊 哎...PandaBan 好貓 今集就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